殿下 宝贝就在里面 什么宝贝 快打开 宝明立地祸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快快打开 这么一个小人 真好玩 来 莉迪祸 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 我什么也不凭 万世今生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 阵下 我来问你 一年前你国来的全真道士 与你父王结为兄弟 可有此事 有 这是尽人皆知 后一年道士何在 万岁是谁 这 此话从何说起 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 当今万岁是我父王 你笑什么 快说 正字物理 你 你笑死 殿下 画风去的是你身身父王 做皇位的是那妖道权阵 胡说 你欺我年轻 说出这样话来 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小太子 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 悟空 殿下 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殿下 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好你个和尚 你偷取我父王的宝贝 我岂能饶你 什么 小太子 你可真是好坏不分 实话 告诉你 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 去西天去京的 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大姐 你找到宝贝没有 全是水 哪有什么宝贝 那宝贝就在水里 你好好找找 水晶宫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天鹏元帅 在井宫里坐 你这老头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 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 井龙王 井底下也有龙王 那你一定有宝贝 你快给我拿出来 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小神法力微小 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 你就不要推死了 我浩哥说你有你就准有 你要不拿出来 我就不走了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 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有 拿来 只是不便拿出 元帅请随我来 原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这是死人 这可是宝贝 死人 什么宝贝 你骗我 元帅 你不知道 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 一年前落入井中 元帅你来 元帅你看 是我用定炎珠将它定住 所以才不曾毁坏 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把他驮出去 我是找宝贝来的 管他故王不过王 我不管 元帅 你若将它驮出去 对你你可怕有好处 有好处 我要把它驮出去 你给我多少钱 钱却没有 没钱 没钱你白使唤人 我才不干 我不干 元帅 你当真不妥 不妥 那就请回吧 师傅 猴哥的外公让我老猪驮回来了 呆子 谁是我外公 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 悟空 师傅 你们看 这是乌鸡国国王 你看他容颜未改 就像活着的一般 师傅 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对了 龙王说 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 果然有宝位 归我老猪了 你说好了 我归我老猪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 这国王就坏了 悟空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师傅 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的国王 带他 带他 我几时说过 你说了 你刚才说了 你说了 大师兄 师傅 可别让这猴头骗了 还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 我还要医不好 对 悟空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 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 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 父子重逢 师傅 我到太上老君那去看看 老冠 老冠 徒儿快走 偷胆的贼又来了 快走 老冠 这等防备我 老孙如今不干那事了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 又来干什么 我师傅发慈悲 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稽国王 我想别无回生之术 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酒转还混当 借一千碗搭酒一滩 一千碗 当饭吃的 没有 一百碗也罢 怎么样 没有 十来碗也罢 快走吧 整个没有 没有 到别处接去 快走 如此俺到别处去接 好头 回来 拿去 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快走 有人来了 您瞧 师傅 太子来了 师傅 太子 王儿 父王 我去劝劝 太子 太子 此处不是相会之所 快快回宫 免得走漏风声多费手脚 父王 父王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 不要误了大事 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父王 父王 去吧 去 去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 为何剑孤不败 是谁 妖道你看看她是谁 保护手 快跑 看见 八戒 我去 八戒 八戒 开 一 八戒 二 两 好 这是什么 悟空 他是妖怪 你是妖怪 他是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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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你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俩师傅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 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你是妖怪 他是妖怪 他是妖怪 悟空 赶快降妖 他是妖怪 师弟们 这如何是好 师兄 我倒有个主意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快点 你让师傅念紧箍 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师傅 你就念吧 来 菩萨 哪里去 我是来祝你除妖的 多谢 这是我的坐骑 原来是你的坐骑 看在我的博面上就饶了他 好 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 要不然 好好好 来